我好想他你回到我的身边 我真的好想好想好想他 镜头前谈起女儿情绪久久 难以平复 女儿当时身上是被盖两件棉被 她还把地垫水在甩盖在我女儿的身上 但我才想当时女儿可能早就已经被她闷死了 通过监视器画面 看着女儿从有动进到一动也不动 这个月12号下午在新北板桥一家托婴中心 她的女儿午休时被托婴人员用棉被盖头 到了下午三点还是一样 且这时候女儿已没有动静 托婴人员却直到五点要喂奶时才发现异常 送意不至 发生这样的事情 既然还要我就是理性一点 就是不要生气 我觉得就是发生这样这么严重的疏失 怎么能够不生气 但第一时间掖着口中的不小心 在新北社会局接入调查后却发现 托婴中心不仅有棉被盖头的疏失 失声笔也不合规定 因此会以额哨法开罚24万 确实发现有中心在孩子照顾的时候 有移民棉被覆盖全身 包含脸部 趴碎 以及病电压到孩子的情形 确实也有失声笔不符的情形 以画面看到的是不止以为 那我觉得当然得要前后的监视器画面 都应该要历历清楚 这边是希望是能够 在这样子的调查过程中能够清楚的 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八个月大的小生命 因为托婴中心的疏失 甚至还来不及探索这世界 TVBS新闻陈一仁 抽中全球氛围 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